两个月停电30起 背锅小动物轮番上场 岛内水电供应之脆弱 绿色执政已变黑暗保证了吗 而为什么会这么脆弱呢 其实一个很重要大的背景 就是它的整个供电的余量不足 也就是它的浓余度不足 或者它的电力的备载率不足 这就使得台湾一直处在一个供电偏紧的状况 当一个供电系统它的溶余比较足的时候 它就可以对它的电力系统进行局部的更新换代 会使得它的这种电力系统不要满负荷的运行 但是很遗憾 由于蔡英文当局实施的是一个比较躁进的废核政策 岛内谨慎的几家核电站 在未来也会逐步的淘汰出局 这就意味着未来台湾社会的供电状况 只会更紧张而不会更好 蔡英文当局的治下 它的公共政策的弊端还有很多的东西 比如最典型的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的整个退休金制度 在未来几年也有可能出现破产的这种困局 而今天台湾社会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是什么 就是台湾的贫富差距的日益的扩大 尤其是这几年新冠疫情和经济增长的这种K型化 使得台湾的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更加的艰难 这也是蔡英文当局治理不足 能力不足的一个很突出的表现 当然在我看来 蔡英文当局公共政策最大的弊端是什么 是她坚持走渐进式台独路线 如果蔡英文当局不能解决 目前这个最大的政策弊端 不肯调整自己的两岸政策路线的话 那么未来台湾的整个外部发展环境 将会更加的紧张更加的动荡 而台湾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 不得不讲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感谢观看